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影视星期点,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点点 今天推荐给大家一部3月23日在中国与美国同步上映的科幻大片《环太平洋雷霆再起》 提起机甲电影,观众们印象最深刻的肯定是《变形金刚》 但最近准备上映的《环太平洋雷霆再起》可是打着打败《变形金刚》的口号来势汹汹 2013年,机甲与怪兽组合的科幻电影《环太平洋》用壮阔的场面,震撼的特效,俘获了大批粉丝观众 5年之后交出的《环太平洋雷霆再起》 虽然是《环太平洋》的续集,但并未顺着上一集里男女主角的故事线发展 《环太平洋雷霆再起》的故事发生在距离第一部战乱结束10年之后的2035年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机甲也多次更新换代 拥有了更强大的功能和更爆表的战斗力 但神秘外星殖民者仍对地球蠢蠢欲动 当海底虫洞再次被打开,进化而来的怪兽更加庞大,更加聪明 地球再次陷入被巨兽侵袭的危机 面对如此惊天危机,加之机甲驾驶员的短缺 杰克与奈特这对曾经的机甲驾驶员搭档再次联手 不得不冒险率领从未有过实战经验的机甲选员们奋起抵抗 成为守护地球的最后一道防线 至于电影的结局,点点还是建议大家去电影院一谈究竟 此外,从影片中的这些机甲驾驶员的角色形象和演员选择 除了好莱坞电影中常见的白人和黑人角色 可以明显看出来来自中国、印度、俄罗斯、南美等国家和地区的演员 从而展现出世界民族大汇聚的特点 这不仅与全球合力打怪的故事被锦杉契合 亦包含了影片主攻全球市场的雄心 此外,中国演员景田和张静也在片中出演主要角色 机甲基地也被设定在中国 整部影片有着大量的中国元素 甚至不乏中文对白 也一定会让中国影迷倍感亲切 好了,本期的影视新起点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点点的,要点点点点点点点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